今年度冬茶即將上市 但冬茶的生長 卻因為氣候影響導致產量減收 因而使得許多茶農相當困擾 茶農黃崇敬表示 雖然冬茶產量不如往年 但品質卻是比往年來的提升 因為今年的氣候 比較稍冷 所以提出今年的茶 生長比較慢 大家的茶農都減少 而由於今年度冬茶生長 受氣候影響 品質有別於往 所以在製茶的工序上 也需要更加重視 為了使每位茶農都能製作出優質冬茶 茶農黃崇敬也特別分享自身製茶經驗 讓茶農朋友們參考 今年這個冬茶 因為他生長比較慢 所以說他的業地比較肥好 所以說我們的壁 在壁這個烘培 烘培六角龍的比賽壁 我們就特別去注意 這個壁一定要壁得更暴 因為他的壁湯本身就很好 你如果壁不暴 因為他生長慢 他會更暴 他會更暴 所以說我們會壁得更暴 但是不是說管會 不是炒會帶的管會 我們就是要把它背給他 這樣就是有那個 當中烏龍湯 要他背給頭 茶湯才會好吃 看到黃先生分享自身製茶經驗的做法 先例員張志明也感謝他的用心 並期許日後地方政府能夠更加用心來規劃 輔導茶農們 帶領地方茶產業能有更好的發展 今天看到黃大哥 讓你把他的技術 讓你把他的這些東西 來公開讓我們所有的 對地有相處的朋友 可以來學習 我想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我們慢慢說未來六角行長 可以透過他的這個行政的力量 把我們六角 愛好地 要做地 都可以結結做會 替我們六角 再進出到更好的未來 議長何勝峰表示 冬茶即將上市 期許每位茶農參與比賽都能夠成功獲獎 也邀請喜愛品茶的民眾 屆時也歡迎您錢來購買 記者盧玉凱入股採訪報導